中国安息男子曾设赌博网涉赌金额近两亿新元 名列新加坡绿正部审查名单 据8World News报道 曾开设非法赌博网站 涉赌金额近两亿新元的中国安息男子王冰刚 名字出现在新加坡绿正部 向本地宝石和贵金属经销商发出的审查名单中 要求商家进行审查 王冰刚曾遭中国执法单位逮捕 并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以及罚款300万元人民币约56万新元 新加坡近日爆发涉及24亿元历来最大洗钱案后 除了10个被捕被控的涉案者外 律政部上个月底曾向本地宝石和贵金属经销商发出通告 要求他们审查旗下交易和业务关系 是否涉及洗钱案的10名被告和另外24名同伙 10被告分别是柬埔寨及33岁的陈清远 土耳其及42岁的王水明 柬埔寨及41岁的苏宝林 瓦努阿图及35岁的苏建峰 塞浦及40岁的苏海金 柬埔寨及31岁的苏文强 中国及43岁的林宝英 中国及44岁的张瑞金 中国及31岁的王宝森 以及塞浦路斯及34岁的王德海 根据新加坡律政部发出的通告名单 发现除了10个落网被告外 有一个名为王兵刚的男子 与中国在2015年侦破的一起网络赌博案 涉案主谋同名同姓 根据搜狐网在2015年10月份的一篇报道 王兵刚1989年在福建安息县出生 2012年年仅23岁时 他与一名男子在菲律宾克拉克 建立红利国际中文网站 隔年正式投入运营 该网站经营常见的赌博玩法 如百加勒21点等在线赌博 还有就是体育赛事 以及电子游戏等赌博项目 运营方式是向参与网络赌博者 提供网络赌博平台 并要求他们提供真实姓名和银行账户 以注册为会员 而且以美助议员人民币的方式 吸引用户下注 为吸引更多会员 美助下注后 无论输赢 网站会提供返利 且通过快捷的网赢转账方式 立即将返利转到会员的银行账户 网站还从注册会员中发展代理 通过给予代理会员更优惠的返利 鼓励代理发展更多人员 在该网站参与赌博 据报道 王冰刚同伙中有一个名叫王才林的男子 负责网站技术及管理工作 2014年年初 网站开始盈利 王冰刚又招聘安息同乡王小龙 王宝森涉及本地洗钱案被告之一致网站工作 王宝森据说加入网站后 主要负责网站的财务工作 他和王才林一样 每月领取1万元人民币约1800新元的底薪 如果网站有盈利 还可获得奖金分红 其中王才林应对网站贡献大 其盈利提成有5%上升到8% 很快 王才林就利用妹妹名义买入豪华宝马轿车 也利用她的名字在银行存入大笔存款 2014年3月 王冰刚将该网站迁往柬埔寨 王才林负责具体的搬迁工作 网站内部分为技术客服财务三个部门 王宝森负责网站的财务工作 王小龙协助王才林管理网站客服 网站在柬埔寨继续营运 几个负责人也疯狂在中国境内发展下线 结果在短时间内 该网站涉赌的赌资 近高达9.8亿元人民币 约1亿8358万新元 到了2014年底 王宝森已晋升为全面管理网站 而王小龙则协助他管理 报道没有提及王冰刚如何落网 不过与本案相关的落网人员 都在2015年 被安徽省马安山市与山区法院 判判处有期徒刑和罚款 有期徒刑介于是十个月到三年不等 罚款金额则介于5万元人民币 9353新元到300万元人民币 约56万新元不等 其中 王冰刚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约56万新元 王宝森在这起案件中 虽然被调查 也说明另案处理 但没有相关的判决资料 王冰刚的刑期在2018年结束 相信他之后 曾辗转来到新加坡落脚 也曾在新加坡消费 名字才会被列入 律政部的通告名单中 洗钱案刚爆发时 警方曾发表文告表示 除了被捕的十个被告外 另外有12人正在协助警方调查 还有8人正被警方通缉 但警方并未透露 这些人的身份和性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